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这节课呢 咱们继续讨论一下 名字命名空间的问题 好吧 那咱们按照手册的顺序 这几个看一下 别名和导路 对吧 那首先呢 咱们来看一下别名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有别名 比如说 如果我们声明一个名字空间比较长的话 名字空间比较长 比如说name space 比如说叫 哈喽 word 妹子 漂亮 对不对 这么长的一个名字空间 对不对 那我在应用的时候 比如说这块 我声明一个函数 demo 里边输出 一行一 对吧 这里边比较长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应该 每次都这么写 哈喽 word 妹子 漂亮 下边的 demo 是不是得这么写才可以 对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 是不是一天都出来 对不对 这么写才是允许的 那当然说了 前面咱们上几个是不是学过 name space 那个别名的 再相当于self 自己的名字空间一样 当然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可以这样用的 spc 是不是这个就代表这个全程了 对吧 那我们再看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但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是从别的文件里边导入的其他的名字空间 对不对 不是自己命名空间下边的 一个文件或者一个文件下有多个命名空间的时候 对不对 那想象一下 那我们都能用这个name space来代表吗 对吧 比如说我还有名字空间 上面还有名字空间 name space spc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AAABBBCCCDDDEEFF 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 下边有代表 对不对 我在这方面 name space代表的是这个 对不对 而如果想用上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 为了简化写程序 咱们可以起个别名 什么叫别名呢 看一下 就是用这个文件字 use的文件字 给比较长的名字空间 比较长的名字空间 起别名使用 什么叫比较长的名字空间呢 像这个叫比较长的 对不对 在多个子命名空间的 相当于有多层目入 对不对 起个别名 怎么起呢 Hello word 妹子 漂亮 对吧 然后 什么 对吧 起个别名 比如说 爱子 用爱子起别名 比如说起别名叫帅哥吧 帅哥 对吧 记住啊 如果是其他语言里边 包括咱皮皮语言里边 这个名字空间 咱们是自己命名 对不对 你最好 为了不重复 最好是用公司预名的倒写 因为咱们说 这是可以随命名 咱一直都不说 对吧 什么叫公司预名倒写 比如说 我把这两个重新改写一下 name space 对吧 比如说 兄弟联的网址是这个 3w点 lampbrotgr-light 就这样 那一般的名字空间呢 都会怎么写呢 night 鞋盖 lampbrother 3w 看到了吗 是这样的 那我们给他起个别名 这是少了 记着 尽量写项目的时候 你这个规则去写 对吧 name space pace 对 用you you you 对吧 night lamp brother 3w 对不对 起个别名 比如说叫做 叫做 lamp lamp 可以吧 起个别名 那么我们在这块用的时候 直接用lamp 写线 就相当于用这个名称 是不是就简化了 来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呢 能不能再说出遗憾 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另外除了别名这么做之外 别名咱们还可以简化 比如说 yout night lamp brother 3w 3w 对吧 i 3w 这样的话一般用最后一个来解决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像这种这样的别名我们直接一去掉 不加i字的话 那整个的别名就是3w 记得了吗 嗯 整个的别名就是3w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块只要换成谁就行了 3w 对 3w就可以了 来 是别样的效果 嗯 这就是咱们这里边所说的别名的问题 对吧 可以加i字也可以不加i字 对不对 就是把很长一个名字空间 嗯 变成很短的使用方便的 对不对 相当于变量一件 这样的话改成语的时候 我只需要改别名 是不是就行了 也就是把这个 比如说公司换一名了 我只要把这个变化了 嗯 对吧 下面代码是不是3w都不用变化 嗯 对吧 那整个成语是不是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不用说每个地方都改了吧 嗯 这就是别名的作用 那另外呢 又子还有一个导入的概念 什么叫导入呢 比如说 嗯 我这里边定一个类 假设叫做 嗯 哈喽的类 可以吧 里边有个方法 叫做万的方法 里边输出 一行警号 是不是啊 嗯 那我在这块 嗯 假设把这一去掉 对吧 我这块可不可以直接用字 不是用字啊 用什么 3w 斜线哈喽 哦 当然我这块如果静态方法 是不是都创立像了 嗯 对吧 然后冒号冒号 外 是不是掉呢 这个 或者是默认我掉呢 是不是 冠方法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 是比方讲号 嗯 但是如果我在这块 比如说 有一个 哈喽 点 class 点 p 对吧 嗯 这里边我们也有一个类 叫做 class hello 然后里边也有一个静态方法 faction one 里边 收出 比如说一行h 对吧 在这个文件里边 我在这里边导入这个全局的 include 导入这个hello.class.pp 是不是这个文件 嗯 现在我掉用这个 hello one 看一下 helloone 那掉用的是哪个 对吧 是不是当前这个 那如果我在这块加一个斜线呢 是不是要用全局的那个 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个咱们实验前面都说过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那如果我没有这个呢 我掉哈喽呢 是不是就出错了 问我说这个下面没有hello 对吧 那我还想这么用怎么办呢 那我如果每个下注都加这个程序 如果代码来很多的话 改不好改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使用这个 use 斜杆 hello 用yos 这个干嘛 如果直接这么加的话 这叫加个类名 就是导入类 导入一个全局的类 这样的话 我们下面是不是地方hello没变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也不用这么加入了 对不对 只要我在这加入什么类导入类 下面直接掉就行了 就是能加入 就能使用到我导入的这个类 就现在把别的类直接导入进来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hello 这块有个语法错误 没写什么 没写财号 来 试摆一试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有的时候全局的一些类 你不用说这么巨蟹 用yos导入就行了 但是这个导入记着 只有类咱们设计的导入 像函数和长量 咱们是导入不了的 所以yos只能导入类 知道吗 不能导入其他的 所以其他我就不用做时间了 那再看一下手车里边的一些细节 这是导入 也给我们使用例子了 对不对 这里边也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对不对 另外咱们的起别名的时候 可以一起用一个诱子 诱子可以写多个 就是什么 也可以用一个诱子的起多个别名 比如说把这个起个别名叫做什么 这个对不对 这个起个别名 是不是叫这个 一个诱子可以写在多 就是生分变量可以写在一行 也可以等到写在多好 是一个意思 对吧 来咱们来看一下全局的一些空间 像这后边这些东西咱们都是看过的 后边的内容 前面咱们做时间都做过了 所以咱们再了解一下 你看 如果没有定任何名字空间 所有的类科函数 是不是都是全局的 就像咱们未学名字空间之前 是不是都可以调用 对吧 那PRP如果演入名字空间之后 那在名称前缀加上斜线 就表示该名称是全局中的名称 对吧 咱是不是一直用这个 记什么 名字空间是不是 该名称位于其他名字空间中也是如此 对不对 像这个名字空间是ABC三个 对吧 然后呢 又做了一个open方法 加上名字空间 你是不是就可以做FOopen方法了 FOopen是系统的一个函数 对吧 当然在这个FOopen中 想调用系统里的FOopen 可不可以的 只要加上这些线 就可以启动全局的 对吧 这是咱们前面介绍过的概念 这是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 看一下 还有后背的全局函数和常量 跟刚才作用一样 在一个名字空间中 当PRP遇到一个非限定的类 函数或者常量的时候 知道什么是非限定的吧 对不对 它使用不同的预线策略来解析名称 也就是类名称总是解析到当前的 类的名称总是解析到当前的名字空间下的 对吧 因此呢 在反而系统内部或者不包含名字空间中的类名时 必须使用什么完全线的名称 都能理解吧 对 也就是你看这话 使用这个 默认是不是ABC下边了 对不对 你加斜线的话 是不是使用系统里边的 对吧 就这样 那对于函数或常量的时候 如果当前名称总是不存在函数或常量的话 规于PRP会退到全局楼去找 知道吗 这个咱们前面其实也做过实验的 比如说 在这话 我调用一个VR下方线地域MP 对吧 里边写上100 你看 默认的话 是不是找当前的名字空间下 当前名称公间有吗 没有 但是能实现呢 是不是可以 那如果当前名称公间下 有一个 这块 输出 我就随便写的 你看 就会怎么样 对吧 是不是就会用当前的 对 所以他默认先找自己当前空间下的 对于函数和常量来说 如果找不到的话 再到全局去找 知道吧 如果在这里边 想用 你看 再调一下 DMP 到了飞 那 这个就会出现 地规的问题 对吧 如果在这个VR里边想使用全局的VR DMP的话 你大部分的话 是不是加上这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是 是不是大人的指示这个 嗯 这就是全局的命运空间 还有明解析规则咱们说过了 对吧 那这就是咱们明字空间 咱们涉及到的这么多概念 手册里边已经给我们非常详细了 但手册呢 没有像咱们讲课一讲给大家都做了实验 对吧 这里边大家只要会用明字空间就可以了 具体的一些细节的话 如果不太明白先用现找就行 语法不算难度太大 但是呢有点乱 对吧 之间比较多 所以大家呢可以参考细节PRP 然后去看这个明字空间 好 那到这里边呢 咱们的命运空间就叫到这里 那也将面向对象的所有的技术点 也都介绍给大家了 当然了 要想灵活的应用这些东西 咱们还得在后边的项目里边和例子里边 反复的用到大家才能熟悉 对吧 所以大家在现阶段 学习的阶段 你跟高老师一样 先怎么办 先要掌握基本语法即可 真正的灵活应用 就得到咱们实际项目里去操作 才能把它发挥出来 对吧 不然的话 我们一起提前语法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